欢迎颁奖人 罗斯荣 刘绍兮 罗斯荣 刘绍兮 这边 这边 大家好 我是罗斯荣 大家好 我是刘绍兮 我黑你 我反黑 我是人 我反合 谢谢 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我的音乐前辈 对我来说 她确实是 台湾的完完整整的 一位独立音乐的创作人 怎么说呢 邵兮 从事音乐创作二十几年 然后她自己做词 作曲 录音 演唱 编曲 甚至制作 甚至还自拍MV 自铲 自销 自买 来点掌声吧 这个是苦命的结果 我想我们今天要颁的这个奖 在目前的这种景气之下 还有人愿意用课语来创作音乐 我想这些人都勇气可嘉 一定都是对这块土地 有非常深刻的感情跟认同 才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确实 我想 从事母语音乐的创作 我们就像从事社会运动一样 我们越战越勇 我们像个战士 所以我想今天的五位入围者 我们要好好的给各位介绍一下 他们都是非常的勇气可嘉 像是谢宇威 汤雨昕跟黄振兴 都是超过二十年以上的音乐老将 还有崔芳姐 还有刘龙昌 都算是后起之秀 是 新旧传承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值得我们大家 给他热烈的掌声 嗯哼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颁发 最佳课语歌手奖 入围的有 最佳课语歌手奖 入围的有 黄振兴 散步 黄振兴全创作客语专辑2012 阿比百音乐社 客家化是我的第一个语言 用这个语言来做我的音乐 那是我期许很久的事情 这是一个挑战 我一直想要追求一个目标 就是说音乐的初衷 康雨昕 《两个世界》 《延伸有声》出版有限公司 在17、18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 那时候就开始感觉到唱歌的乐趣 音乐是在你的心里面 而且是在你的整个灵魂里面 你必须要滋润它 谢雨薇 《爵士唐诗》 威德文化有限公司 工作的时候也是最痛苦 也是最快乐的时候 因为你要整个生命要燃烧 客家文化好像就是我 协议里面的一种养分 就是美丽的童年回忆 很诚恳很敏感的去感受生命 给予的一切 《刘荣昌》 《创造无知人》 《黎欧创意有限公司》 客家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我选择的是一种 传统加现代的方式去呈现 那这个音乐我觉得就是 台湾原生一种 新世代的客家音乐 《黄翠芳》 《牵着你的手》 《新竹市封爱社》 无论是语言也好 或者是音乐也好 都是一种沟通的工具 是希望写 让我爸爸妈妈 可以听得懂的歌 音乐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帮助 所以我很希望呢 藉由这些音乐 带来对于生命的信思 那我们就来揭晓 哈哈哈 得奖的是 汤雨昕 《两个世界》 康雨昕 将拉丁音乐与课语融合 两种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歌手的诠释 无论情感与技巧齐佳 我总想要不要在那里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的评审 我要这边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发行公司 林少英老师 他的严生 还有我的亲爱的老婆 还有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Montuno Slotin Band 谢谢你们 Thank you